各位朋友 你們好 今天 又特意要開啟咪 講講和回應一下 有些觀眾朋友留言 當然有些好的留言 還有些差的留言 如果看小弟頻道的朋友 應該都很清楚 其實我這條頻道 純粹是分享一下 個人的見解 看到有不妥的 就出聲跟大家分享一下 聊聊天 從來都不需要喊什麼嬌 接下來的話題比較敏感 如果覺得聽得不舒服 請二玉部國隔離台就可以了 如果是新的朋友 因為小弟不會跟任何人吵架 亦不會向其他人做人生的攻擊 因為吵架是沒有必要的事 當然 在上一段影片 即是說特朗普槍擊那段影片 我都講了一些疑點 當然你都看到一些新聞 是全世界都鋪了些蓋地 但是發現很多記者 都是照單執藥 照譯各樣東西 我看這段影片 當然大家都是成年人 有回不上一年多的 有少許社會經驗 你都會看到有些疑點 小弟正正是看到一些疑點 所以在上一段影片就說了少許 當然有些 應該都是一些新朋友 他有一些留言 我現在馬上回一回應 首先 有些留言 應該是特朗普的粉絲 不明白為甚麼 未必是香港人 先看看 螢幕未必看得到 我現在讀一讀給大家聽 他就說 特朗普有90%是軟硬 即十幾幾九都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我在這裡重一重申 小弟並不是拜登和特朗普的支持者 小弟本身是黃種人 沒有美國戶籍 小弟是一個正宗的香港人 到底他是誰勝出 跟我其實完全不關事 這些偶像崇拜的東西 對我來說簡直是 太過幼稚園了 你誰勝出 其實對我來說都不重要 因為我不是美國人 但是小弟很幸運 就是年輕一點的時候 都去了很多地方工作 即歐美地區 以及都去過 去歐洲多些 在那些先進國家 都做過一件事 研究過別人的生活模式 其實 在這些比較開放形式的社會 即思想開放形式的社會 其實 他們所謂的自由度 其實是有一個階段的 首先就是大家談還談 你覺得不妥 就大家一齊拿出來談 總之就不會人身攻擊對方 但是當然 你現在都看到了 特朗普和拜登 就做了一個很壞的榜樣 小弟認為那些 不是什麼民主發達的思維 即拜登、特朗普那些 因為民主思維就是 希望帶一些和平 帶一些好東西給地球 自己國家也好 但是他們現在 互相攻擊 根本就是沒有為民生的著想 他們天天都在吵架 那些所謂的政治理念 都是攻擊對方 根本 這個你說正規做法 就是正規做法 但是小弟又覺得 如果世界再這樣下去的話 那些戰爭都難避免 就是這樣下去 這位朋友說 他90%一定贏了 就不用做這些高姿態 又搞什麼編劇中槍 各樣東西 我從頭到尾 都沒有說他開槍 是怎樣鋪牌 但是因為有前科 這些東西 就有疑點的時候 你在YouTube上怎樣說 你都是要用一個故事形式去說 他開不開槍 其實對我來說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 的確是有疑點在 你認為他90%贏了 很奇怪 你都未選 全部東西都未真正賣 現在嚴格來說 你現在全部都在做事 其實你說他贏了 你是他的支持者 但是小弟兩個都不是 不為支持者 兩個都不是 所以在我的頻道內 裡面很想說我自己看到的東西 這位朋友 如果你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當然你是很不舒服聽到 或者你也請兒獄部 如果你繼續想聽的 大家一起去討論 千萬不要說人生攻擊這件事 他這裡還要寫 你看看 看一看 未必看得到 因為有些反抗 他還要寫 叫本台留主 即是我 去嘗試特朗普的做法 小弟 沒有這麼強的勢力 又何來可以做到特朗普的事情 是不是有問題 這些思維 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我是特朗普這麼強勢力 我就不用 將我看到的東西 和你分享 我用什麼和你公眾分享 是不是 很奇怪 我回應了這句朋友 你如果想吵架的話 沒必要 請兒獄部 因為這條是我的頻道 純粹是大家一起分享 你說見解是否有錯 大家一起討論 就不用這麼偏激 然後大家都看到有些留言 他有沒有必要做這件事 我從來沒有說他有必要做這件事 大家一起討論 就是可疑的地點 因為任何東西在西方先進國家 真正 真是開放形式的社會 你見到任何不妥的東西 你都可以發聲 原因是因為你見到不妥 每個人的思維都未必一樣 對不對 你覺得這件事很妥的 這件事很妥的 大家一起討論 大家找個共通點出來 不要吵架 吵架沒必要 那些落後思想 當然有落後思維 是的 小弟就不是這麼落後的人 好了 接下來 這個人更過癮 他這個人就說 等等 讓我看看 他說我就太搞笑了 都未必看到 我照讀 他說我就太搞笑了 如果你的思維沒有問題 就要去… 我建議你去檢查腦 叫我去檢查腦 那些攻擊形式的東西 我就隨便說 說完這個就算了 小弟就是這樣的 小弟就每一年或者兩年 最遲兩年都有驗身 功能很正常 還有平時都有行山 有鍛煉身體 都健康 唯一有問題的 就是不夠英俊 沒有劉德華那麼英俊 深近視 深近視 因為我要學很多東西 大家也看到 我從很久以前 已經對著幾個屏幕 以前的大鵝屁的屏幕 搞到… 我也有一些近視的遺傳 再給那些大鵝屁的屏幕 之類 因為以前對它的輻射 未必那麼了解 搞到近視如約心 搞到千幾度近視 這也是缺點 又不英俊 又近視 可能這位觀眾 看到我的樣子 一般 不是英俊 做一些人生攻擊 關乎腦 你說叫我檢查腦 我的腦沒什麼問題 我的智商是普通 即是普通人 如果我的腦有事 就不會做到那麼多事 譬如大家可以看到 我有做航拍機的東西 做拍攝的東西 這些都不是普普通通的東西 如果我的腦有事 就不會做到那麼多拍攝的東西 你說我的缺點 可能是不夠聰明 不夠聰明 說夜晚 這些都是缺點 不好意思 整個月都還沒好 這位觀眾 我都回應了 這個事件 其實鋪天蓋地 即是剛才說了 鋪天蓋地 都是關乎特朗普 比較優越的新聞 我不是說他不優越 因為在很多他的擁躉 都覺得他很優越 但另一邊 如果是討厭他 都會說他是卑鄙 我兩邊都不會幫 我是站在中間 這件事件 關乎槍擊的耳 其實從頭到尾 別人都未公佈 是不是因為子彈 傷了對耳 在美國的本土新聞 也有說 他未必是子彈傷到的耳 在他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我在網上不斷看很多新聞 不只是看香港的新聞 好像剛剛有線 不要介意了 記者說特朗普 有一天就看那個提示板 抽上去看那一刻 然後開槍 根本在那裡我放大了螢幕 就沒有提示板 他說應該 我一會兒就有圖 我特意做出來的 這位記者也是 你不要照樣撿藥 亂說 新聞現在在地球裏面 都不太可靠 所以我們有少許社會經驗的朋友 例如各位觀眾朋友 其實都很理性去看新聞 因為新聞很多都是假的 尤其是有網絡 大家要爭取流量的時候 就即時推出來 他根本是沒有考構過 真還是假的 所以鋪天蓋地做了一件事 這件事我研究了聖經裡面 我研究聖經了很久 它裡面有一句說話很重要 就是耶穌說 叫人們不要做仗 其實就是不要做一些假的事 偏偏這個世界就是這樣說 人的惰性就是這樣 人家說什麼 覺得好字很威風 那就相信 所以人類社會就有很多問題 觀看論點 以我單人匹馬 就沒有可能改變過世界 不過也借YouTube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經驗 特朗普事件 根本上 兇手 現在斷定他 就是用AR-15的步槍 AR-15的步槍 大家都在網上看了 小弟有幸 就是年輕的時候 都比較好動一點 我雖然做不到劇烈運動 因為近時害怕視網脫落 但是那些靜態小小的運動 我都很渴望去做 早年的時候都有 去泰國旅行 去菲律賓旅行 幸好有玩過槍 如果你說機關槍 那樣東西 小弟就 其實五隻手指數了 那樣東西 AK-47 那些基本的步槍 以前是M-16 即是美國的步槍 那時我看了WAMBO的時候 他拿著那支M-65 小弟在泰國玩過的 很貴 因為那些子彈也貴 而且發射的率也太高 那便發射了很多 那些是功能論點 甚至乎 那時候很過眼 在泰國的靶場 還有榴彈炮玩 小弟也是射過一發 那麼大把 就是榴彈炮 因為覺得沒什麼意義 因為名重率很低 如果小型的機關槍的話 小弟也是玩過一款 就是MP5 男人都可能很清楚 MP5 根本上它的準性度 都是一般的 可能我眼界差 還有把牆的槍 都被人用到懶用用 可能準聲 或者彈道管 都有一點傾側 這個可能是我的藉口 可能我眼界差 所以經常都射不中我把 好 那說回AR-15 AR-15 你當作是一個M16的短版 但其實它在美國 也有很多人 將它改成遠距離的版本 小弟有一個經驗 就是當時玩M16的時候 一排彈減30發 你可以買足30發 但小弟試過連射 因為它是有半自動和全自動的 那時候我就選擇了全自動 一按 其實那裡是 我估計是秒幾兩秒 30發就沒有了 那麼 我都上網看回AR-15的規格 它其實射速如果是全自動款的 它一分鐘是可以發射到750發子彈 大家可以數 你將750發 除60 那就等於每秒是多少 那麼它每秒就是 就是十多發 所以大概兩秒就整個蛋格沒有了 是的 好了 為什麼會要說這些東西呢 就是因為 很多新聞都說那個槍手 這個其實在美國那裡都是 我覺得都是吹出來的 它就說那個槍手就開了八發子彈 那八發子彈我就 這個我就很質疑 因為為什麼你可以說它開了八發子彈 以這個距離 它如果是用半自動的話 它可以三發三發這樣射 你三發三發這樣射 那你何來可以說到它是 因為時間很短 你可以斷定它開了八發子彈 即是你檢查它的彈夾是 剩下多少 剩下22發 即是你當它是入滿了30發 那麼彈夾是剩下22發 但是這種槍 它是可以用其他短款的彈夾 彈夾就沒有辦法 要不就縮一半 很奇怪的 它這些消息發出來 我也覺得很無敵 很奇怪 要不就在現場找到八個彈頭 這個就是座證 但是很奇怪的東西 即是是否犧牲了那個觀眾 就是身上有八個洞 或者特朗普現在都說 他的身體可能中了 因為他穿了防彈衣 他可能是身體中了一兩發 那照數 那你就說他發射了八發 這些就很奇怪 你普通一個警察 都不會這樣斷定他發射了八發 很奇怪 要不聽聲音 很奇怪 如果他用連射 連射一兩秒就沒有了 那三十拍 對不對 這個已經是死無對證了 喝個說 當然我就認為這些很可疑 接下來我就特意做了幾幅圖 就是要更加深度去分析這件事 因為當中的確是死了一個消防員 即是中槍 亦都很不幸 我現在做這件事 亦都是有少許是為了 這些死者去討回公道 即是有少許 因為起碼這件事 即是特朗普那件事 真是假 根本上你都要找坐證各種東西 我就是一個比較理智的人 我看見不妥所以要發聲 現在我們再分析一點 大家有少許耐性 因為我講話 去到分析的時候 剛才也說了 缺點是腦袋不夠快 說話會慢一點 希望大家體諒 我特意做了一幅圖 這個就是在網上拿出來的 有很多美國人也好 中國人也好 之類之類 他都馬上做了一個衛星圖片 這個衛星圖片就是當地的環境圖 現在大家看看 在這裏 應該很多人都看過 在這裏 我開開螢幕的攝取 在這裏 我要同步那條影片 好 這裏就是槍手服屍的地方 但是講服屍而已 他有機會開槍的時候 要不就像那些鎖子 撥在這裏開槍 亦都有機會 他由這些位置立刻跑過來 立刻起床就立刻啪地開槍 亦都有可能 因為現在特朗普的追擊手 當時保護他的追擊手 現在手掌位的位置 他還未發聲 還未說他看到槍手是怎樣怎樣 還未發聲 所以這個還未有作證 所以不可以亂說 這個槍手亦都有幾種開槍方法 因為好像看電影一樣 你可以慢慢爬出去 然後開槍 即時瞄準 現在有些高科技 有電子瞄準 可以駁到電話或螢幕 就可以即時看到現場環境 現場環境只有槍 未必會看到他的人 因為這棟是兩邊 即是一個三個人的建築 他可能躲在後面 這邊的Styper 未必會看到他 這個Styper發聲才可以說 但關乎彈度 現在可以重度去分析 這就是槍手服屍的地方 他有機會 亦都是在手掌這個位置開槍 有機會 如果是槍手開槍的話 如果是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相當有可疑 接著 現在大家看到我 就弄了一個灰色橙色圈 這個就是犧牲者 即是犧牲了的人 那個消防 接著 現在這個箭嘴就是特朗普的位置 當時他看上去 當然不要聽過有線記者說 看提示板 那裡 那裡從來都沒有提示板 待會我就 截圖了頭看 他根本上 他截圖上去的時候 就是 視線 理論上 如果他要截圖頭上去的時候 其實他的眼睛就轉右上角 其實就是看這個Styper 這裡也有機會有兩個動機 第一 要不他在說話的時候 要不你知 一個政治人物都是周圍搜 他要不就搜中了 那個Styper有些動作 對不對 另外一樣東西 亦都是可能 他差不多一個時間 就看那個方向 就看那個Styper 因為他看了很久 這是很奇怪的東西 如果你已經在說 如果正常的話 你看著這邊 這些觀眾 又怎麽會 眼睛看上去屋頂 或者看上去後面 這麽奇怪 好 跟著呢 因為他那條片才是真的 因為現在各位看到那些照片 小弟都是做攝影科 我就不可以將它變成真的 因為相片是很容易造假的東西 但片很難 尤其是他那條官方片 是特朗普的團隊化出來的 是的 跟著 大家可以看到 當時的片裏 特朗普是 側著身 跟著 戳高一點 跟著才有動作 掩著耳 你側著身 戳高一點點的時候 其實他的視線點 就是 這個就是他的鼻 就是當他的鼻 根本上他就戳後了一點 何來那個槍手 是可以射到右耳呢 因為彈道完全都不適合 即是你要是穿過頭 射在右耳那邊就出就行 那就很奇怪的東西了 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個位置 我現在畫了紫紅色線 這個紫紅色線 紫紅色線 槍手如果他沒有動過 在這裡服屍這個位置 他從來都沒有動過的話 他紫彈就會直射 直射特朗普 對不對 特朗普是因為側了臉 側了臉 你何來可以射到這個位置 即是很奇怪的東西 就算你說 即是他沒有那麼側 沒有那麼側 直線望出來這個位 這樣也不行 因為這個位 他就這樣望向台的側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掌 這裡都是偏離了 那個追擊的視線 是不是 即是不對 除非在這裡遠距離 再有一把槍射進來 又或者是在這個位 遠距離 我現在畫了一條很遠的虛線 射過來 這樣你就有機會射到 二 是不是 即是原本是想射他的頭 但是射尾了 有機會 但這件事很難 要是官方的新聞很有問題 可能在很遠距離 可能在四五百米外 都有一個槍手伏擊它 這件事是否有可能 FBI都未查到的時候 現在我見到這些破綻需要跟大家分享 好 我們大家理性地去分享 如果槍手打過來 因為受傷的觀眾 在他的台前面 他面對著外面的右手邊 就在前一點的位置被槍手打中 那應該是真的 如果是當時的情況 就不可能打到特朗普的耳 如果遠距離有追擊手 再有追擊手打過來的時候 根據他的說法 就是說粒子彈 就能拆到過耳 就過 當然是說得好像 一些英雄片一樣 就是粒子彈 就相差一公分 一公分是很少的 就沒命了 說是這麼說的 但其實如果大家開過槍的朋友都知道 粒子彈是旋轉的 是很熱的 如果你真的拆到耳 AR-15 其實它跟M16的子彈是一模一樣的 它仍然用的口徑都是大 應該我都沒有記錯的 就是5.56mm 即5.56mm 應該是正規子彈 正規子彈的長度 就應該是45mm 即是正規子彈 這些正規子彈 你想想有5.56mm 那個彈頭的口徑 如果直射 拆到你的耳 拆到耳 拆到耳 你整塊就會沒有了 整個耳這個圓位沒有了 你拆到哪邊都沒有了 更何況如果打中的話 因為它是旋轉的 所以通常的傷口 是比彈頭大一倍 通常都是這樣 所以 這個是很奇怪的東西 你看到它的耳 反覆將它放大插直 諸如此類 將它的受傷畫面 都沒有出現 大約1.1cm 即是11mm 即是彈頭一倍面積的傷口 沒有 沒有這件事 很奇怪 你說會不會拆到哪邊 拆到哪邊 你也有一個凹口 是不是 你拆到少許嗎 即是這麼奇怪 你拆到少許 你也是沒有了 那塊 它說到 有些美國傳媒說 它未必是子彈造成的 這件事就是大家商量 大家商量 大家要找出來 因為現在死了人 死了人 也要跟這位死了的 討回公道才行 是不是 查明這件事的時候 就是為死者 討回公道 那這些才是討論 好了 但是它那裡 耳朵 流的血 很奇怪 即是 你如果真是被 一顆這麼粗的子彈射中 你斷猜是沒有這樣 沒有這樣一點 對耳朵 那就奇怪了 那隻耳朵 就沒有什麼 很正常 好像被刀子戒一戒 只要是 子彈是不會這樣的 子彈是 一轉插一聲的時候 根本上 你整個層就沒有了 就不會有 喂 會不會軟骨 它會不會貼了一點點 避過 是沒有什麼可能的 因為子彈的速度是很快的 對 子彈的速度 差不多一秒 就是成功力 沒有什麼可以卸力的位置 當然 這件事就很懷疑 好 繼續 上面的Styper 我根據它的角度去畫出來 就是特朗普看上去的角度 畫出來 Styper 有兩個視線 因為Styper 它本身是動過的 它應該 整個視線可以蓋上 這一間屋 這一間屋 我正在箭嘴畫的 這一間屋 可以蓋上 而且它應該是看著後面的 如果 如果槍手 只有一個位置 即是服屍這個位置 基本上 就已經發現有不妥 已經看到它 有一點點問題出現 因為 如果槍手 它不讓你看到槍 即是它被捕在這裡 因為剛才不是說過 它那間屋是斜的 它要開槍的時候 才站起來 然後啪 有機會 有機會是這樣 所以民族率是比較低 但是它出現的情況 就不尋常 因為槍手 已經是 即是動作 有些問題就是 咦 會不會是一早 看到有些東西動著 有些東西動著 因為在地圖裏面 這座椅是高過 這座椅是低低的 大家炒一炒 你Google的地圖 即3D地圖 你用斜面去看 這座椅 這座椅站的位置 就應該是高過這個位置一點 咦 這樣也有些合情 因為高一點 高一點 就可能只看到人的衣服 但是有懷疑點 就是說 Styper也沒有理由 看到有東西動 你就不是直接 撞著它 你一定是看著它 因為你看到Styper開槍的時候 它自己是離開槍 然後再進去 然後再開槍 那一刻可能是嚇到 但是Styper 做得到Styper應該很冷靜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疑點 你看到它拿起槍 然後開 剛才不是說過 你兩秒而已 但是Styper 聽到槍聲之後 它再進去再開 其實那個槍手 如果它是三十發子彈的話 它一次過就已經射光了 你沒什麼理由說 它射八發這麼趕 這件事不合適 Styper的視線 其實都可以看很遠 可以看很遠 如果照它那個可以看很遠 理論上 它整個屋頂這個位置 就應該是看到了 因為你這個人是有厚度的 你和你的槍 你就算是背著 背著身後面 或者牽著在平面 你的人是有厚度的 理論上 它應該是可以看得到很多東西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反應 這個就留給FBI查 大家都是平心言論去分析一下 好 在這張照片裡面 我已經畫了圖 根據彈道 槍手就算在這間屋的範圍 都沒有什麼可能直接射過有耳 還要是少許擦過 為什麼呢 我們耳後面 這裏有塊骨 這裏有塊骨 一會兒你們就會看到 特朗普的耳朵比較平 不知是否天生 沒有我這對耳的響 它是平很多的 就算平很多也好 後面有一塊頭骨 後面有一塊頭骨 除非子彈是這樣直線過來 任何角度都中後面骨 如果在前面到的話 是否呢 大家可以摸一下大家的頭 那塊骨是很貼的 任何歪一點的角度 它都會中頭骨 而且你要彈射到這個位置 那顆子彈很熱的 理論上就應該中了 你對耳的任何東西 尤其是特朗普 那些頭髮是特朗普 就像我現在這樣 好像我現在這樣 就蓋了一點在耳後面 如果那顆子彈射中耳 頭髮就一定是燒焦 一定是有一條痕 一聲 因為很熱 剛才不是說那顆子彈 很快很熱 你頭髮就算你怎樣射都好 你射不走 那套力 怎樣射 那 接著 我做了一張圖 就是 你可以看到他的頭髮 是毫無受傷的 招救 相當有可疑 這個彈道問題 大家理性一點去理解 沒什麼可能 槍手要打到他的右耳 接近沒什麼可能 除非那顆子彈是會轉彎 會轉彎 即是 即是打到這裡的觀眾 即是他的鐵框 再打到他人 這件事是拍戲的 現場應該不會吧 我想 槍手沒那麼蠢 好 我們看另一張圖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我箭嘴畫的位置 是他的演說之類的 有些記者朋友拍了 我將他高度放大 高度放大的時候 可以看到特朗普原本 右耳是這樣的 最重要是這裡 確定他對耳 就是他裡面 不知道為什麼 生了兩顆 這樣的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 可能是脂肪 不管他 他對耳是反耳 你會看到 我們這個位置 特別是他生了出來 即是生出了很多 然後耳後面 就小很多 放進去 好 這個 我現在箭嘴說的 這個位置 它本身是有些粒 有些粒 上面這裡是完整 現在看到是完整 這些就是他後面的頭髮 大家可以看到 它演說都是這樣的 好 然後 我又特意高度放大 大家可以看到 這對有兩顆東西 肯定是他對耳 好 大家可以看到 他對耳很完整 還是很完整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頭髮沒有一條彈道痕 如果以它所說 一顆子彈在上面擦過 這裡 理論上應該有些缺陷 但沒有 沒有 很正常 還要梳到鬼死那麼英俊 還要梳到鬼死那麼英俊 那就奇怪了 就是這件事 好 這一張 就比較重要 剛才已經說過 它 在台上 它是 比較長時間側棋 然後斜向 這個就是它中槍那一刻 即是縮一縮那一刻 縮一縮那一刻的情況 大家可以看上一次的影片 它是側望的 因為這個鏡頭一定是對正的台 即是大會那部鏡頭一定是對正的台 它就側望 大家可以看到 側望的時候 你看到它的視線位 就算 就像我剛才說 它就算不是 看上面 就算是 就這樣看側邊的觀眾席 你都射不到那個有意 即是怎樣都射不到的 除非子彈都會轉彎 好了 由這個 全世界都是看這段影片 就不知為何 那麼差 就不知為何不清 那些電話 不知道是甚麼電話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兩個Styper 看到嗎 這裡有兩個Styper 由這頂帽子的位置 因為這個就是 快要中槍那一刻 就是它這個動作 有一點斜 你可以看到 由它頂帽子的位置 它是望去這個位置 望去這個位置 望去 第一個Styper 的確是第一個Styper 它在這裡動一下動一下 很奇怪 你 在演說的時候 無緣無故 怎麼會望那個Styper 有線的記者就說 望那個提示板 這裡是沒有提示板的 這裡是只有一塊 不知打斜的扒板 不知是用來做甚麼 然後這些就是國旗 沒有提示板 以它頂帽 後尾枕這個位置 根本上就是視線位 就是望上去的Styper 所以 就很奇怪 彈道那裡就不成立 就是剛才那張圖 這一張 又是很凝重 大家可以看到 這張照片 在網上是很瘋傳的 就是說它 趴下在演講台下的時候 那裡也有很大的破綻 又是槍手很奇怪 即是你 打下去的時候 即是連開的時候 它應該後面的人都中槍 除了前面的觀眾席 後面那些都中 不知為何是沒事的 後面那些 很奇怪 好了 這張照片 就是個個都議論紛紛 就是 譬如它中了槍之後 這裏有一滴血流下來 接著這裏 就有些血流下來 這裏 嘴唇這裏有些血 它是抹了一點的 好了 接著 起身之後 奇怪了 起身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 這條血痕 即是這條血痕 我當它現在流下來的時候 流多了 這條血痕 多了 這點 多了 大家看片為準 就看官方發出來的那條片 那條片 就可以拍到它 這些位置 剛才說了 相片很容易造假 這些都是相片 這條血痕 跟它的片 就相似了 接著 嘴唇上面 都有一些血 這裏流下去 咦 奇鬼怪 這裏流那麼多血下來 看到這裏 我現在 即是右手邊那張相片 都有一些 像血跡的東西 像血跡的東西 理論上 應該牙齒也有些 因為你流了下去 你就算大家 譬如你的嘴唇咬到 那些東西 你的牙齒也有些 但不知為何 伸促促的 伸促促 沒有東西的 大家可以看到 會不會流下去這條 這條 不得而知 為甚麼 喂 大哥 這裏是它的陰影位 想 是否 可以斷定它 有些血在這裏 那裏是牙縫的位置 即是有些陰影位 那裏不可以確定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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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上 它的嘴這裏有血 正常來說 要不就是下唇 要不就是牙齒的東西 都會有些血在這裏 有些血絲的東西 很奇怪 大家可以看到 伸促促的 沒有血的 沒有血 一些血絲都沒有 那這個有些奇怪 因為你的上唇下唇 都是這麼多血 好了 那這一滴血就消失了 消失了 那當然有些美國科林就說 會不會 因為它當時有條白布 會不會有條白布抹了呢 抹了嗎 因為它是血來的 血有血小反 血清 那種東西 你抹 就不會抹到 你一抹 你一抹就應該是這樣說 你抹完這些 對不對 你怎麼會只抹這條血痕呢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裏 就算有條這麼粗的血痕 你抹到這裏 都應該有痕 沒有痕的 這麼奇怪 這麼奇怪 你和這條血痕沒有了的時候 你一抹的時候 正常都抹完這些 對不對 這些就沒有了 對不對 這個位置 那為什麼會留下兩條在這裏呢 這些大家去理性想想 好奇怪 這裏也能拍到 如果它是真的子彈穿過 它的耳 即是擦過 好了 頭髮是沒事的 還是這麼英俊 這些 大家真的要好好地去分析一下 好好地去分析一下 還有 那張照片呢 剛才不是說了呢 它那個右耳 就是凹了下去的 咦 這張照片的比例 這張照片的比例 為什麼它的左耳會突出這麼多出來呢 為什麼會突出這麼多出來呢 為什麼會突出這麼多出來呢 因為角度它現在 都是屬於一個正面 你看一下 麵形呢 就算這些衣服 已經穿起了臉 但是這個是接近正面 接近正面呢 這個是凹得很厲害 而這個是彈了出來 即是說它左右耳 左右耳 左耳是 即是兜出來很多的 到底是不是這樣呢 大家 看看它正常的正面 大家在網上看 這個就免得什麼 以上的三張照片 應該是四張照片 以上的四張照片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疑點 很重要的疑點 接著它這隻手 你正常掩著耳朵 它流血流得這麼厲害 我上一段影片講過了 你就算拆過沒有一塊 都流血流到八把聲 應該是理論上 那些衣服 因為它還要穿白色領衣服 那些衣服 那些衣服 全部都是血來的 因為那些血流的 還有那隻手 它那隻手是掩著耳 理論上 那隻手應該是有血跡 但是它發表出來的照片 就沒有血跡 那件衣服是新速速 即是這麼過癮 以上的疑點 即是 都是要歸回給FBI 或者各位觀眾去看看 即是大家理性去討論 好 這條片到這裡 我們下一條片 我就會講一下電影 歌 那些東西 因為都 有些歌 在我的頻道都登了出來 都很想分析一下歌詞 還有電影 電影我很想講 有位觀眾 他說 可不可以講一下九熊城寨 好 那我們下一條片 就講九熊城寨 有些歌 還有一些歌 還有我剛剛都回過鄉考 都很久沒去過一個叫西潮山 上去都拍了一些片 跟大家分享 還有香港也有些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香港有多美 多謝各位支持小弟的頻道 大家和和氣氣 高質素去討論 這樣才有好的未來 那我們下一條片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